嗨 大家好 我是泰鸡飞飞 今天给大家演练一下传统的古墓发法 启示 首先以上下矛盾桩开始启示 上下矛盾桩是打开泰鸡泉奥妙的一把万能钥匙 可见这一式的装弓的重要性 五步八法包含了太义拳的十三个身法 前进 后退 左顾 右盼 中定 这是五个步法 八个身法是 横 鞭 脊 按 踩 脸 肘 套 这八个身法五个步法就是太义拳的十三个身法 所以练习太义拳首先应该从基本功练习 从太义拳的十三个身法开始练习 尤其是初学太义拳的朋友们 应该从上下矛盾桩也是初学太义拳的立修的一个装弓开始练习 看极内功功法上下矛盾桩 好学一种 经过长期的锻炼能提高自身的脂质 增加肺活量提高免疫功能 特别是利用逆式呼吸 适合开合呼吸 冲氧丹田心气 促使横肌膜 上下移动 对五脏六骨也得到了按摩的疗效 渐进太义拳用来健身的人越来越多 真正懂得太义拳 又能用在身上的人越来越少了 追求真正公募的人也不少 大多数是找不到正确的道路 公募很难提高 太义拳总非是一种权术 室有权术内海的 我们学习十七五十的本性 各不得是太义拳 精傲 气息 失传 上下矛盾桩 意念活动是一走单前 用身体的起伏 开合 踪解 呼吸的内在前转 对五脏六腑起到了很好的按摩作用 所以说我们 尤其是初学太义拳的朋友 必须从基本功 装功开始练习 掌功力会很快 少走弯路 太义拳的身法要领是 提顶 吊当 含胸 拔背 护腾 裹当 松肩 与为中正 虚实分清 气沉丹田 腾纳 闪战等 十三个要求 而且身法贯穿了阴阳对立的 矛盾的统一法则 有上必有下 有前就有后 有左必有右 可见上下矛盾装这一式的重要性